台東愛心菜飯陳樹菊阿嬤 露出燦爛微笑 和馬前總統手牽手 一起前往縣長官邸 參加母親節音樂會 讓日前這樣一場單純聚會 陳樹菊卻恐怕沒有想到 這張票太珍貴了 可以 叫他下次再次來 酸總統 警衛當時向馬前總統 說了幾句內心話 竟讓他瞬間 從一群人眼中的大善人 成為被霸凌對象 正論節目官方臉書上 各種難聽的諷刺的 嘲笑陳樹菊阿嬤的字眼 統統都有了 原來就在阿嬤說了 希望馬前總統再出來選這話 被正論節目臉書編輯 給大作文章 一句母湯引發了 批評阿嬤的不理性留言 不斷出現 這也讓更多看不下去的民眾 紛紛留言回嗆 認為這樣對阿嬤 實在太不應該 因為政治立場不同 這段節目盡動歪念頭 在一個默默捐款行善 無辜的老人家身上 不僅失去了公正立場 恐怕也引來操弄族群 帶風向的嫌疑 藉許陸 嚴禁宇 台東報導